大家好 我是云飞 之前我们使用咱们的老笔记本跑了飞牛S 那我也用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我是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连这个外接硬盘的那个方案也还行 直到后来提示上去错误让我有点担忧 再就是年前它推送了我最最最最期待的一个功能 就是相册的大模型 人脸的 我就是第一时间也体验了 我的感觉是非常不错 而且它还是有视频大模型 这就很nice了 这几乎就是独一的 连小米的这个相册 它现在都没有视频的一个模型 这看样子飞牛除了观影在相册的这一块 也确实就很不错了 所以我就在想 就要不再捡个垃圾 来看看百元能不能搞定这个飞牛的NAS 然后也来看看 普通玩家如果来捡个二手的产品会不会放车 这不就又想来分享一波 所以咱们就点按收藏桌起 看看咱们能不能成功吧 因为是在家里面使用 那我家里还有挺多闲置的空间 特别是在阁楼上面 所以机子的大小其实我没有要求 主打的就是能用就行 然后我的需求就是构建自己的一个资源库 也就是光影 另一个就是像是备份 然后就是识别 其实这个就是大部分普通人的一个需求了 其他的虚拟化的咱们就不考虑 工作啥的也不考虑 毕竟我工作室那个主机NAS目前用的是太稳了 完全没有压力 所以咱们的这个需求还是很简单的 这样其实我们挑选硬件的要求就是比较的松了 只需要有两到三个SATA的接口 所以一开始我就找到了一个惠普的一个H81的主板 它是自带内存条加CPU加上热 然后只要58还包有 那江浙户还是有点东西的 主打就是一个省钱 之后就是机箱 机箱的选择也是尽量的便宜 然后有充足的机械的硬盘位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20块钱的机箱 上门自提 不过到手之后 我是感觉这个机箱有点不太值啊 太薄了 一点都没有之前那个50块钱机箱来的厚重 那么接下来就是电源 这个为了稳一点 我就直接上了拼多多的这个老的二手电源 然后我之前还有一块固态 但是因为老主板它没有M.2的一个插槽 所以又买了一个PCIE转M.2的 其实这个板子买的时候 因为没有经验 它的网口是摆造的 这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 但这个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就是咱们捡的这第一波的这个硬件 它没办法开机 我还连着米家的这个开关来着啊 就只有一瓦的一个功率 这就很头大了 因为捡的都是二手东西 应该是除了CPU都是有可能有问题的 所以先排除一下电源的问题 又在京东上面买了个最便宜的电源 毕竟我这个也没有想过要装其他东西 所以这个够个CPU和硬盘就行了 那么又是两天过去了 而新电源一到我又开始折腾 这回发现一样是这样 电源是全新的 应该不太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排查 是否是内存条的问题 因为买主板人说 这个多了一个内存条就送我们了 所以我们也把它送了这个两季的 DDR3的内存条给下来重新试 但还是不行 虽然很离谱 这里我经过了非常多的检测 也就是自己瞎猜 就是换这个硬件换那个硬件 终于被我找到了 它的问题所在 虽然很离谱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换了一颗BIOS的电子之后 就是可以正常开机了 别问我为啥 老主板吗 无限可能 而老实说 惠普的BIOS我还是第一次见 然后又是一个大坑 这个主板太老了 没有办法识别转接到M.2的固态 且在惠普的官网 已经没有了 它的一个软件的支持 就是说连下载驱动都没有办法 更别说这个升级BIOS了 所以我又17块钱 去弄了一块SATA的接口固态 终于一切好像开始步入了正轨 我们直接先安装个Win10 来简单的看一下配置 然后直接来跑个分 这颗CPU还行 虽然有的时候挺卡 但分数也有个15万 期间我又稍微玩了一下 4K解码也还行 就是上用会高一点 写中间蓝屏过 不过我没有在意 Windows系统可能是驱动没有打好之类的 而之后我就迫不及待上了飞牛了 写固件刷路都很不错 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在系统里面也是得福万的丝滑 就这个CPU性能看着有点着急 播放4K视频占用就很高 几乎就是拉满了 我还想着要不要换一个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AI相册识别不能开启GPU加速 应该是CPU太老 所以我想着能不能换一个 这个时候已经快到快递停发的时候了 所以还是直接去线下的数码回桌帐 直接淘了一颗i3-4160 性能比这个会好一些 至少解码方面没有问题了 但是依然是AI相册不能开启GPU加速 这个可能是4代U的一个通病 还是我脸黑 这个倒也无所谓 反正它可以识别就行了 就是咱们的视频照片太多了 CPU占用会很高 这倒比较紧 然后就是带回家把照片从 另一台笔记本NAS转到新的机子上面 而问题就是 问题它又来了 机子不断的停止运行 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停止运行一次 我的心态是炸了 你们看这个时间电子围栏3就是飞牛我弄的那个IP啊 你看8.16离线 8.43离线 8.50离线 9.27离线 10点离线 10.20多又离线 10.17又离线 这个11.23离线 11.17离线 11.25又离线 你看 这是1月25啊 然后1月26就是凌晨了 凌晨 我又开始搞 搞搞搞搞搞 你看一下这个时间 我搞到差不多3点钟 然后第二天我早早的又开始了 我这个时候在线 就是上线了 我又搞了一个这个通知 你看一下 再线 46再线 然后 49又离线了 这才 这才3分钟啊 就越来越 离谱 从这开始 这个来来回回已经快一个礼拜了 极限减垃圾还是问题太多了 而到这 从一次次的再线离线的这个时间和记录 我就在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电源到内存条再到CPU 内存条都换过了 CPU也换过了 电源我一直在用米栽的开放检测 不太可能是因为电源的不稳定 而且就目前这个功率 再垃圾的电源应该都不会刚到手就出现问题 所以也很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那或许是难瞧 那么就再来简单的排除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折腾到快大年30了 只能在本地找了一个还能拿到的主板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配置 明轩的H81主板 送上热器和G1840的一个处理器 然后是80块钱也还行 就之前的配件都可以上 玩卡硬盘也都OK 这一换上去就全部都熄火了 直接就一整套设备都稳定运行 就这个小主板搭配这个大机箱还是有那么点奇怪 但好在是可以用了 那么目前我们的配置是这样 老机箱加电源上升值加硬盘位是20块 明轩的这个H81主板加这个散热器风扇是80块 CPU i3 4160是25块 内存条是4G乘2的是32块 而电源是全新的这个机制的460瓦电源 是个爆炸电源啊 39块 而系统的一个硬盘是换了新的 120G的SATA接口的一个固态35块 机箱的风扇是二手的电脑键 直接2块钱搞定 就这些硬件价格目前合计是235元 就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当然我们从一开始的这个配置也不是不能用 一开始我们使用飞牛的系统也是很丝滑 NAS系统不需要很高的配置 特别是有固态当系统盘的情况下 流畅度肯定是没有啥问题的 所以如果以我们一开始的价格 百来源其实就已经解决了机械硬盘外的所有的配件 这个成本还是很扎裂的 前提是我们的联豪硬件没有问题 我这其实还是简化了我遇到的问题 就比如说 惠普主板它分上报错 需要按F1才能开机 17块钱的固态硬盘有问题 送的内存条有问题等等 解垃圾最好还是得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目标 然后就是买你需要的配件 特别是主板这玩意儿 之前我这个主机还是太顺利了 这是有点飘 结果付出的代价还挺大的 时间上我就没有想到要这么久才能够搞定 一点点的小小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然后就是目前可以做到这点 目前是全功能运行稳定而且流畅 待机功耗大概是35W左右 AI场景识别还是有点问题 这个看飞牛最近能不能修复 不能的话晚点我再弄个稍微新年的准系统 把CPU升级一下 后面应该就是可以稳定使用那个准系统作为家里的小NAS了 这个还是小小的期待一下 目前这个虽然各个功能其实我都很满意 但是AI识别那个还是会出错 就是有一点眼睛进沙子的这种感觉 就不影响使用 但就是有点难受 那么这就是我百元捡垃圾的一个小分享了 其实这些老硬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去发光发热的 就比如说搞NAS 其他的就不太建议了 然后就是买硬件预算还是要稍微拉高一点点 不然就很容易像我一样 方车方车再方车 我往往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还是建议你搞个备份傻的 到时候别炸鸡了 我是用的飞牛直接备份到挂载的百度鱼盘里面 就还可以每天凌晨自动备份 直接影音和视频相册都搞定了 特别是现在的视频网上这么恶心的情况下 开了会员都看不了最清晰的 就吃相真的是太难看了 虽然我都有会员 但真的看的还不如在自己的纳什里面舒服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 弄过的用户也可以回来说说你的看法吧 如果有什么想我测试产品也欢迎评论 我是云飞 那么记得点赞 收藏 我们走吧 下一视频 再见